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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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們是來自屏東六聯隊 也是屏東機場的單位 招募員 今天我們來屏東大學攝攤 我們機場主要的部分就是 這三種機型 也就是我們C13動運輸機 以及我們的反潛機 還有E2K預警機的部分 對,我們位於在屏東大同高中的後面 大同高中的後面 那目前我們機場的部分招募 人員如果報名的話 可以自選地區以及專長 這樣子 謝謝 我們是自通電軍 我們是新成立的單位 那我們單位主要有三個聯隊 我們有網路站聯隊 電子專案中心跟自通聯隊 我們網路站的話主要是 擔任網路警察的部分 平常針對網路工房 也會考一些專業的網路證照 電子專案中心的話是針對中共 在做情報蒐集 那自通聯隊主要是 類似中華電信機房 跟有線電、無線電 架設基地台等等相關專業 對 大家好我們是空軍的單位 然後我們是空軍的戰鬥部隊 就是其實空軍不是只有修飛機的人 我們還有裁飛機的人 還有我們像是戰鬥部隊 然後我們在屏東其實有蠻多地方 像是屏東市或者是像萬卵 或者說像是加入堂 訪僚那邊也都有我們的營區 那今天就是來屏東大學這邊 涉攤想要跟大家介紹 我們這個單位 因為以ROTC這個班隊來說 如果報名空軍的話 未來就是非常有可能 到我們這個空軍的防空部 也就是空軍的戰鬥部隊裡面 來服務 所以如果說這邊有想要 就是報名ROTC的學生 然後想要對未來工作 有一些了解啊 想要知道工作內容在做什麼的話 可以來我們這個單位詢問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也有帶我們的 就是飛彈的小模型 可愛的小模型 對就是積木款 對就是積木款 這是我們的飛彈模型 然後這個也是我們的飛彈模型 就是可以讓他們來 稍微看一下這個迷你版 實際上就是大啊 非常非常多倍的版本這樣 這是我們的海巡署無人機 那因為我們用於在海面上的話 它需要較好的抗風性 那所以我們海巡署的無人機 是以直升機型的方式 它的抗風最大可以打六級風 那主要是徵收於海面上 可能會有油污的污染 以及救生救難的話 需要我們去做徵收追蹤的 都可以透過我們的無人機 下去做執行 那還有 主要有一些漁船 可能會有違規情勢的 也都是透過巡洋區的雷達 那跟我們做富士河隊之後 由我們來去做拍攝 然後再將相關的資料去做寒送 對 後續的寒送 主軟機關寒送這樣子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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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